刚刚这个是公式输出 清除 我们待会要做另外两个程式 是这个 它的差别就是 它里面呢不是公式 而是做完之后的结果丢过来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 自定函数 就是插入一个 使用者定义里面会多一个 刮弧自创函数 那它的用法很简单嘛 你就给它资料 它给你有没有刮弧的资料 如果没有就是空的 就把刮弧里面的东西带过来 也就是这两个程式 这两个程式 基本上都是用VBA 做完再把结果丢过来 OK 那怎么做 基本上这两段程式 一样切到Videobasic OK 然后这两段的话 其实就是这两段 我先把它删掉 如果你担心写不出来的话 在云端或者在讲义里面都有 那在云端上面 有完整的程式 如果你是在写 或有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 你把它拉到最下面 我刚刚讲过 云端白板里面 打开之后的话 最下方 就是这一段 跟这一段 就是我们要的 两段程式 只是说 怎么做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的话 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 刮弧自串的 所以你其实可以这样 刮弧自串 那我习惯就是 你要不就把刚刚公式再贴一个 可是我需要的 好像名称不一样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 开头部分复制 贴到这边 记得加一个 这个刮弧加一下 因为一定要刮弧 那但是 and if and sub怎么出来呢 其实你可以按一个enter 开就自动出来了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不然你就是 自己从这边插入程序也可以啦 其实结果是一样的 要不然你从头自己打也可以啦 我只是有时候想出一些 比较 怎么讲 可以省一点力气的方法 省一点力气就是 call前面这一段 自己加 这个刮弧 enter一下 那他就帮我产生一个sub 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我要 找一下 找什么呢 那 我要找的范围一样 所以其实基本上 里面的程式呢 一样也是for圍圈 enter两下 一样也是nest 所以有时候你这边都一样 范围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写来写去一定会有个范围 意思是说 你要帮我找一下 这个范围在第二列 到第 反正向下追踪到第14列 然后要做什么呢 帮我找一下 就是说 他的A栏里面有没有刮弧 有的话先帮我找前刮弧 告诉我位置在哪里 找后刮弧 后刮的位置 然后呢 如果有前刮后刮弧的话 那帮我把里面的东西搬到B来 叙述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怎么写 首先的话第一个 找我们前面是用fine函数 但是在VBA里面 VBA里面呢 他没有fine函数 所以点我前面讲过 VBA点 就说你打一个F 他好像没有 有没有fine 好像没有那个fine 所以呢 后来查一下 他其实里面有一个 类似那个什么呢 fine函数的 但是他名称不一样 他叫IN IN的话就 IN在什么呢 SR STR IN3 意思是说 其实这个也蛮好理解 IN3就是 有没有什么东西 在STR是自串 有没有在那个自串里面 有没有某一个东西 所以他这个用法 基本上跟fine函数很像 但是呢 还是稍微不一样 所以VBA点IN3 OK 跟他讲说 钱瓜糊 那在那个 fine函数的话 是先给他什么 先给他那个 钱瓜糊 再告诉他去哪边找 那IN3刚好两个位置颠倒 所以呢 你要先跟他讲说 你要去哪边找 你去帮我在那个 A栏里面找找看 所以你就打一个 Sales 一样 Sales 瓜糊 然后哪一列呢 因为我们234一直到14 反正就是 那一列就对了 第二列到第14列里面的A栏 所以呢 你就跟他讲说 Sales的 那个 那个储存格位置是在哪里呢 在A栏 所以以后啦 习惯上 反正你要找A栏 你就打这样就可以 储存格里面的 这个是I列的A栏 然后要找什么 逗点 双引号 前瓜糊 后双引号 后瓜糊 OK 就比如说 这个是要成对的哦 这个是指的是要找前瓜糊 然后后瓜糊指的是 因为有前瓜糊 就会有一个后瓜糊 OK 好 他就帮你找 可是问题来了 他帮你找到了 比如说 第一个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回来就跟你讲0 0的话指的是找不到 那如果有找到的话呢 一样是3 可是我们需要什么 一个地方他放 放什么呢 放到底你找到的位置在哪里 比如说 这个地方是第三 所以记得啊 在前面加一个什么 A A是一个变数名称 我任意取的 A等于找到的位置 所以他第一个找到0 0就放到A里面去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找到3 就把它放在里 这个A有点像剪贴布 那你就贴 他会暂时帮你记录什么 记录那个找到的位置 那一样的方法的话呢 在底下Enter一下 再把这一行复制一下 复制做什么呢 把它改一下 改成B好了 B是什么呢 找后瓜糊的位置 一样 请你帮我在 储存歌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后瓜糊 所以 找到就放B 前瓜糊就A OK 那我就有两个讯息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要把什么东西放在 那个储存歌里面呢 特别最好 放在哪一个储存歌 放在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放在 帮我把 这个最后找到位置切割之后 放在它的B栏 所以记得 把B栏的东西放前面 Sales ID的B栏 等于什么呢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MID的函数 ECL跟VBA 长一模一样 用的方法也一模一样 刚刚好印 所以这边的话 你再打一个VBA 点 MI 有没有 MID有 有这个 OK 你就用MID 那用法的话呢 也是一样 钱瓜糊 它会跟你要三个 三个资料 第一个什么呢 那请问一下 你要切割的东西在哪里 那就是刚好 在A栏 所以其实 偷懒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 复制过来 把这个改成A 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我的 资料在 它跟它一样 同一列的A栏 输出到B栏 然后 逗点 第二个 它问你说 那你STAR 哪一个位置开始 那其实就什么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找了吗 A吗 对 那所以什么 A 的下一个 加1 应该可以懂 逗点 几个字 后刮虎位置 减前刮虎 再减1 有没有 前面好像有写过 逻辑一模一样 只是换个地方写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OK 应该可以看懂 这程式吧 你会发现 跟前面的那个 那个函数逻辑 应该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换个地方写而已啦 所以 其实我们后面VBA 为什么前面要先讲函数 因为函数你可能比较听得懂 但如果突然 前面那个函数没讲 直接讲VBA 我看很多人应该会听不懂 对不对 因为 中间有个缓冲区吧 对不对 你比较听得懂 OK 所以像我另外还有开一个Python的课 像我Python课 我都怎么叫 因为我假设你们都学过VBA 所以从VBA到Python 你会VBA的话 你就会Python 就过度嘛 缓冲一下 因为我真的 程式你真的一次就学 那个比较难的 我看很多人会阵亡 OK 这样OK 没问题啦 然后呢 我们就来执行一下 那如果执行OK 那就完成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没有刮虎 没有刮虎 我刚刚讲 它这边丢过来会是0 丢过来是0 那你会发现 如果这边A加1的话 变0加1 然后呢 0-0-1 这边会负 长度没有负的 几个字 负一个字 负一个字什么意思 所以它会卡住 所以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它会错 错在哪里呢 A等于0 B等于0 所以这一串 最后的结果是负1 那负1它看不懂 意思说你不能给我负1啊 所以你可能要做一个什么 这个逻辑判断 所以这边会多一个逻辑判断 因为逻辑判断下个单也会讲 不过刚好已经用到了 那我们只好先讲 那所以这边可能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什么叫逻辑判断 其实顾名是if if应该 如果 如果A 它如果 等于0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不执行 所以这边是不等于哦 要不等于的情况 特别注意哦 在VBA里面不等于的话 是写这样子哦 这个叫不等于 等于是写这样 不等于就是小于大于 如果它不等于0的话 空一格 then then的话就然后 然后的话呢 我们才去执行下一行 下一行我习惯按一个tab键 下一阶 那如果说程式里面有if的话 你就必须在这个if的同一个 阶层的下方打一个and的if 让他跟他讲说到这边就就结束了 意思是说你帮我判断一下哦 如果他不等于0的时候 那意思是说 不等于0就是说 有找到刮弧 有刮弧的情况下 才去切割 那如果他等于0的话 他就直接跳过了 他就不会执行了 给多一个逻辑判断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你打完这个哦 其实 他这个VBA有个好处 你程式刚刚执行到这边会错 你可以按真错 他程式目前就是中断模式 停在这边哦 那如果说你已经又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再修改程式 假如你改完之后 你可以把程式再往上拉 其实他这个好处是说 你可以让他重新执行 你帮我 你倒车一下 你往回推那一行 那你再执行看看 那你执行看看的话 结果会不会对 OK就对 OK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说这个东西要熟练 这边也恐怕也没那么简单 但是逻辑知道啦 先知道 慢慢再熟练 所以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一 我们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这个SUB 再来的话 FOR回圈 这个也都跟上面一样 所以我是把FOR回圈 把它CALL下来 那比较不一样 就是这总共有五行 第一行指的是什么 我要把找到前刮壶的位置放在A 那我用了一个VBA里面的一个 一个这个函数 点IN3 有没有IN STR 然后刮壶之后的话 给他两个东西 刚好跟FIN颠倒 FIN是先放前刮 这边的话就是跟他讲说 你帮我去那个储存格里面 哪一个储存格呢 就是DI列的DA栏 里面找找看 有没有逗点 双引号前刮壶 然后后双引号后刮壶 那做好A之后的话 就是他找找看 有没有前刮壶 那找后刮壶 其实就是把上一行 复制下来改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切割 外面再包一个逻辑判断 这样就大功告 一样可以配合清除 清除 执清 如果你担心打错的话 讲义里面其实也有吧 讲义好像在第37页 不过讲义里面 我是有加了注解 所以其实如果不加注解 这个注解拿掉的话 就会长得跟刚刚的 程式一模一样 OK 这个注解是后来加的 为了让程式看得懂 OK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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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